陸君吉布269绿联兵一营 战之联保养牌牌长徐凯一上位 为撑杆跳好手 并成入选国家代表队 目前更是台湾M25、M30 长青全国撑杆跳高纪录保持者 获奖无数的他 不仅是专业运动员 更是国军战士 在不同领域中 都秉持努力训练 挑战自我的精神 那时候刚好我是一连的EU1 就势必要当兵 小时候都有对当兵一个聪明 就是小时候看过报告班长 跟新兵日记 然后那时候对班长这个职务 觉得这个职务蛮神圣的 然后那时候想选一下教育班长试试看 发现没选上 就去选择当三年的志愿役教育班长 当初有自选制用军官班的这个专案出来后 我会想说我要挑战自己 测试自己的忍耐在哪里 然后就毅然决然地从事官转任军官 然后直到现在 徐凯一表示 无论是运动员时期 或是军旅期间 难免遭遇到挑战与质疑 唯一能做的就是踏实地去做每一件事情 我放在心中就是有一句作用名就是 接受所有声音 打破所有质疑 原因就是 你在做一件事情 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质疑的声音 但是你要去接受 因为很多事情都是很多面向 像例如我当军人 又去当运动员 那你怎么去妥善地分配 民间也有说 你当军人又要来训练 又要来比赛 那你是不是训练会不足 我们就在接受他们的质疑 然后用我们的行动 去表现出 我可以两边都顾好 徐凯一也利用自己的运动专业 带起官兵运动氛围 希望能让官兵强健体魄 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基本上他们在二级党的修护 工作方面 其实都是很繁满及繁重 他们不一定会有运动时间 去自行训练 但从我接触保守牌到现在 从去年体测 原本原本保守牌的体测合格率 就是不高的 只是在去年 我们总共合格率98% 自己一定要以身作者 去感染到其他人 因为你没办法 那用牆壁的方式去讓所有人去喜歡從事 喜歡運動這些東西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但是我們可以用氛圍 該運動囉 你們做什麼運動都好 只要有運動 讓你們身體體 讓你們身體動態變好 那都OK 希望用我的專業及知識 散佈在每一個官民身上 讓他們感受到運動帶來快樂